開始了 好 就是 先簡單介紹一下我的經歷 可以嗎 好啊 可以 就是我在這個社房已經四年了嘛 然後 就我是在大二的時候開始當幹部 然後大二上市在EVP 就是 是在 George的 team 然後我是在主機 你們手上這個其實是當年的那個 Service the case 所以 當年是 彩色的喔 有沒有很高級 你也想要換這個彩色 對 可是就是比較花錢啊 真的假的 真的 就是要買這個 只要因為有交替下去 或者說你之後 價錢有什麼改意思 呃 硬的話 彩硬一樣的價錢 可是你要去買這個 那只是自己去買 可能是穩定的顏色 而且以前的EVP是 就是有顏色的 所以就比較貴 好滑 然後是 我在大家下的時候會加MGP 你是不是以為你PP 當不了 對 然後就是當J2G 所以呢 其實我在 升大三以前 其實我完全沒有收到美機 對 然後一直到大三的時候 我是當PR 所以今天也沒有出現的 MRO 然後那個時候 就是那個學期 就是收了六個這樣 然後 後來本公司有期 可是現在留著的 就是大概 五個三歲的 然後今天又LAM在這裡 所以 就是等一下 介紹 我在這當中 學到的一些東西 可以讓大家分享 嗯 然後就是 今天要講的是 改稿 那個Rehearsal嗎 那 大家有要吵嗎 就是 因為如果你先回答問題的話 你就可以不要吵 但是如果你覺得手比較慢的話 就可能可以記一些內容 然後之後 會有個複寫的時間 這樣子 我相信你大概的執念 應該是沒有問題 呵呵呵 所以就是大家覺得改稿 的話 Rehearsal就是 總共有什麼步驟 你們要回答 猜猜看而已 可以啊 所以你又算一個嗎 那你一樣回答的舉手 嗯 那 答錯沒關係 我猜五個 五個 那你就是 那這樣就可以 就可以繳回那種 蛤 所以不記不記不記 我猜五個 所以不對的話 我猜三個 三個好好好 猜到會以為是 因為是三個 呵呵呵 就是其實也沒有啦 就是我 來說的話我會三個 就是這樣 只有一般就是 大家來看稿 我看凱莉 不知道五個的話是 沒有 我只是看這個放的 就是 呵呵呵 呵呵 然後就是通常我會加一個吃飯 因為請問有人就是有 做過吃飯的 這個工作 吃飯 對誰啊 對自己 對你的美氣 是你在改稿之前 就要示範 喔 示範 示範 示範什麼勒 就是 給他三萬 就是示範 就是呢 要 要叫他先看 就是覺得說 十一萬 就是要做哪些事情 然後他會自己看 可是因為人有盲點 就是他可能會覺得 喔我很聰明啊 就是我都知道了吧 結果到時候寫出來的時候 就是亂七八糟了這樣 所以你就可能要先跟他講就是 習慣的話是 要介紹你自己 而且你不能就是很敏善的介紹 你要解人的重點 然後讓大家記住自己 所以 就是 你帶他們看 然後跟他講有什麼要領 然後他可能會問就是 欸那美腿你當年是怎麼寫的啊 這樣 所以這時候呢 可以他自己當年的 講稿 你修著耶 就是 就是 你怎麼寫的還不錯 就是當良好吃飯 嗯 然後就是如果 嗯 寫不太好的話 就是要怎麼辦呢 當錯誤吃 好 你要講嗎 當錯誤吃 就是怎麼當錯誤吃嗎 就是說哪裡才可以改進 喔好 這不愧是我的 受我土桌很久 就是 有時候他會問你說 你當年怎麼寫 然後你就要拿來看 但是很害羞 就是像我自己 當年也是寫得很棒啊 你有看過嗎 沒有 嗯 就是 我那時候寫就可能 第一端就介紹我的名家 然後 就講名字的由來 嗯 然後 然後 接下來是 我 為什麼要進入 MTU 然後我在念什麼學習 然後 再來就是 覺得 喔這樣實在太嚴肅了 就是地加一些笑點 然後就寫說 我當年也不是物理 跑得很爛啊 什麼的 就現在就是 不想這樣子 然後就是還有就是 我是 放榜前兩天 所以大家如果在路上看到我 都可以閃一個一點點 那最後一段就是 講說 我為什麼要進來這什麼 對 所以一般的C1通常就是 我的名字 然後 我救護什麼 我為什麼要進來這 對 就是非常無聊 而且結構就很鬆散 所以 你就可以跟他說 就是 這樣寫是不對 但是 要講清楚一點 然後跟他講 應該要 所以這樣做的好處是 你可以預防 需要重新的稿子 對 因為你其實要改稿 也要花時間 嗯 然後如果推薦的話 就是 他也很傷腦筋 你也很傷腦筋 而且如果還要出來排練的話 就是會delay到 嗯 那缺點是 要花一點時間啦 可是通常就是 你希望就是講詳細一點 那之後就大概 提示一下藥物 那天有什麼 沒有 那好害羞喔 哈哈哈哈 好 然後所以 接下來是第二個 就是看稿 所以 看稿大家覺得 要看什麼 還有什麼 還有一個 結構 嗯 還有 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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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構 然後 你剛剛講什麼 用字好了 我剛剛把你講 OKOK 後來發現好像用字是看不到的 好 這是大概講的都對阿 就是要注意的是那些事情 對 然後把它區分成兩個很大的 就是 第一個主要是標題 然後再來是內容 就是包括剛剛講的那些文法 或用字 對 之類的東西 對 所以標題大家看 標題有什麼好看的 嗯 就是我整理出來就是有四個要點這樣子 對 然後第一個是 就是它要揭露充分的質詢 不要太多或太少 對 大家知道揭露的意思嗎 就是可以問一下Lina 嗯 為什麼 為什麼 就是揭露是跨機上的用詞 對 所以大家就是看一下這個題目 主說我今天的題目是這樣子的話 那 有沒有誰發表一下意見 你覺得這個題目就是有達到 肩肉充分的資訊 換你舉手 嗯 你覺得 嗯 我覺得沒有 你覺得沒有齁 為什麼 就是不知道他要講什麼 不知道他要講什麼 好像可以天板行空 嗯 可以天板行空 好 就是他講得很好 就是 不知道到底要講什麼 就是你看到七 可能想到是小七嗎 還是他家有七個兄弟 還是他弟弟七歲這樣 或是他喜歡這個數字 那如果是這個呢 比較 好那誰要講 欸 可以 你還沒有講過 好你先 欸 他也講過一次 好了好了 好啦 那我講好了 比較沒有機會講 那個就是太多了 太多為什麼 就是 就講前面就好啊 你可以不要說急啊 你今天保留有點神經感 也是 而且就是一看就知道 你今天是要講lucky number 就是大概是一個故事嘛 就是可能某天遇到哪個事情 然後覺得 超幸運的這樣子 欸 這樣要怎麼按 知道 超便宜了 我剛剛是按到什麼 我剛剛是按到什麼 好 好 好 對啊 不小心暴梗了 所以就是 比較好題目的話 就是要去設計一下 就是不能漏太多 也不能漏太少 這個我本來就要自己講了 所以 沒關係 所以 就是 要去拿捏一下 這個封寸 然後第二個 是要有意義啊 那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怎樣叫做沒有意義了 就是 如果你知道 my name is Elaine 誰知道為什麼沒有意義 不知道 不知道 因為 ajunda上面就有寫 沒錯 你好聰明啊 對啊 然後就是通常C1的那個屏幕都很沒有意義啊 就是什麼 hello啊 恩奇儒 然後什麼 my self introduction 就是大家已經知道你要自我介紹了 所以你就不用再浪費那個 空間 對啊 應該要給大家一些資訊 讓大家有興趣去聽你的演講 這樣還是一個好的標題 所以比較好的話就是 就是 如果你說我是五月天的粉絲的話 就是 有一些資訊 然後可能裡面內容是 我有去看過他的演唱會啊 然後是 跟誰去啊 然後是在什麼時候 就是 其實大家對你的演講會比較有印象 因為我剛剛說 我那時候講的東西就是 結構比較鬆散 然後我那時候阿姨是 他叫做Grace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